2月1日 一个名为ChatGPT的机器人 成功通过了谷歌的面试 成为年薪18万美元的工程师 他会聊天 编程 写诗 和画画 功能多样 近乎全能 不禁令人担忧 机器人真的会取代人类吗 来看看对他的具体测试结果如何 所谓的ChatGPT 其实就是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和我们所知道的小爱 小意这些手机上的简单机器人不同 ChatGPT 具有更强大的交流和智能学习功能 能够独立完成编程 诗歌写作和画画等较为复杂的任务 还能像人一样 在工作中不断学习和进步 那么 这种机器人的创作能力 真的有那么强大吗 首先 ChatGPT最强大的功能 无疑是编程 在谷歌的软件工程师面试中 主要问的问题 包括比较专业的图 竖 竖组 字符串 动态规划 地规等基本问题 而这款机器人能够通过面试 说明专业能力是非常强大的 通过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开发的测试版 我们可以直接测试ChatGPT的各项能力 究竟如何 比如当用户给出一个简单的编程 并命令他找出这段程序的bug时 他不仅可以清晰地描述bug及原因 还能自动修复bug 写出一段正确的程序 难怪他可以取得 谷歌L3工程师的offer了 虽然据谷歌公司表示 L3只是入门级别的职位 还无法取代公司很多的工程师 不过仅仅是这些基础能力 也足以应付很多繁杂的工作了 以至于很多马农直呼 低级别的工程师 恐怕马上就要失业了 ChatGPT机器人通过了谷歌公司的面试 获得了年薪18万美元的offer 他是否真有传说中那么智能呢 我们再来问他一些其他问题测试一下 在外网上 有个老外用ChatGPT参加了一场完整的SAT考试 也就是美国高考 这项考试共分为阅读文法和数学三大模块 总分1600分 那么机器人考了多少分呢 1020分 及格了 看上去挺高了吧 根据美国大学委员会的数据 这个分数已经超过了48%的考生 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高考其实并不难 之所以排名这么高 完全是因为很多考生摆烂 按照美国正常高中的水准 考个1400分是很轻松的 由此可见 ChatGPT的智力水平是远远低于普通人的 说实话 我还是挺期待智能机器人 在做中国高考试卷时能考多少分的 盲猜一下 估计不会超过200分 为了测试ChatGPT的思维能力 有人给这个机器人 出了一道非常简单的脑筋急转弯 一个房间内有三个女人 其中有两位母亲 刚刚生完孩子 现在父亲们进来了 请问房间里总共有多少人 一名未生育的女性 加两名母亲 加两名父亲 加两个孩子 总共是7个人 而机器人的回答是5个人 可见ChatGPT的语言理解 和逻辑思维能力非常弱 它无法解决比较复杂的问题 更不具备人类软件工程师 解决问题的能力 和批判性思维能力 美国发明了一款 人工智能机器人 据说它不仅通过了谷歌的面试 成为了一名软件工程师 还具备经济头脑 拥有诗歌 绘画的艺术细胞 这是真的吗 我们先来看看ChatGPT的语言表达能力如何 比如我们提一个比较宽泛的问题 如何赚到一个小目标 机器人通过总分总和分点叙述的方式 非常有条理地给出了答案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这些答案实在是太含糊了 根本没有什么参考价值 就好像你问如何从中国到美国去 机器人的答案是坐飞机 而我想要的答案是首先选择你要到达的美国城市 然后到国际机场购买从北京到洛杉矶的机票 接着在候机室等待登机 最后经过长达14个小时的飞行 抵达美国机场 中途你可能会经历碗点 饥饿 困倦和时差 请注意调整作息 由此可见 ChatGPT虽然比小爱能说会道 长篇大论 甚至在解答如何赚钱时 用到了一些基本的经济学原理 但是你会觉得他说的都是废话 无法真正解答很多系统性问题 最后我们再让ChatGPT试制创作诗歌和画画 比如写一首以爱为题材的诗歌 机器人抓住了一个关键词 爱 然后在他的系统里会自动衍生出 你 我 星等相关词汇 然后平铺直序 我有多爱你 只能算是小学水平 真正的诗人在写情诗的时候 往往会借物欲人 借景书情 比如古诗中 曾经沧海难为水 除雀乌山不是云 再比如现代诗 我如果爱你 绝不学痴情的鸟儿 为绿音重复单调的歌曲等等 而在没有命题的诗歌创作时 ChatGPT则更多的用了紧握 用了对偶的技巧 但是整体读下来 仍然感觉非常呆板 缺少了人类强大的联想能力 跳跃思维和独特的创造性 在画画方面 ChatGPT的创作更像是一片涂鸦 只是简单的利用了色彩分布的技巧 没有观赏价值和艺术价值 综上所述 ChatGPT目前功能最强大的地方 还是在编程和聊天方面 稍微体现出了一定的专业性 而在其他方面则显得很勉强 不过我们也要知道 ChatGPT是2022年11月的产品 研发时间还比较短 未来它能够达到什么程度 还是值得期待的 每天嗨科普 我是闪电哥 咱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再见